全球网报道 新闻网8月2日报道 安坡警报称 马金金参加了一个旅游团 从中国来美国旅游 本来预定当日离境 其在里跟班里登机 前拿回裤罩后就脱队 旅行团在准备离开时发现其失踪 警方说 12岁的马金金黑化肿严 身高约1米5 体重约80斤 失踪前身穿白色T恤 蓝色牛仔裤和白色外套 最后一次漏念时正离开华盛顿里跟机场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8月2日报道 安坡警报称 马金金参加了一个旅游团 从中国来美国旅游 本来预定当日离境 其在里跟班里登机 前拿回裤罩后就脱队 旅行团在准备离开时发现其失踪 警方说 12岁的马金金黑化肿严 身高约1米5 体重约80斤 失踪前身穿白色T恤 蓝色牛仔裤和白色外套 最后一次露面时正离开华盛顿里跟机场 警方在所发布的脸上称 带走这名中国女孩的是一黑半 身着黑衣 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的位置亚裔女性 当时马金金在机场遇到了这位女子 该女子协助她更换衣服 然后两人一起走到机场的到达 去遇后 最终从监控中消失 在离开机场后 这名女孩被看到进入了一辆 带有纽约标签的白色英飞尼迪车 警报认为 由于她的年龄 其被认为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警方还称 她离开时没有受到暴力威胁 ZN的脸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